李天南达,大家好,我是曼妮特凯拉萨南达,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神师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我昨天非常偶然的一个机缘,其实也不是偶然,我知道是大师的 安排,因为我一直在心中祈祷,我在想大师你要给我一个解答的方法 因为我觉得,我昨天不是还在跟大家讲我走在冰封期吗,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事件没有往前 我不知道现在自己应该怎么办这样 然后我就在心中祈祷,结果昨天我就非常机缘巧合的看了一个大师的开示 给我启发非常大,然后我就非常兴奋想在这跟大家分享 就是Prayer,你的祈祷,它的力量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人生中要祈祷这样 大师在开示中讲呢,祈祷是这样的 它会让你知道,你如果想要一片花园,人生是可以给你一片森林的 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小的幸福 人生是会给你一个巨大的幸福 如果你想要一滴水,人生可以给你泳泉,甚至给你海洋 或者是,甚至是如果你只是想要 比如说成功,富足,人生会给你更大的成功和富足 你想要一个房间,人生会给你一座城堡 原来这个就是人生的真理 当你祈祷的时候,人生听得到它要给你的 不是你的标准 大师在这个开示中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你有你的自我怀疑,做否定下的你的标准 你想要一个花园或者是一座房子 或者是两千美金这样 但是人生看到你呢,它是用它的标准来回答你的 所以它会给你一座森林,一个城堡 两亿美金 这个就是人生对我们的爱 这就是人生的真理 其实我们一直都觉得,都活在一个匮乏感中 觉得人生是困难的,艰难的 事实上我们误会人生了 就是这个开示给我最大的启发 就是人生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 就像大师对我们的爱一样 只不过我们一直误会它,一直在否定它 当我们虔诚的在祈祷的时候把自己的心打开 给人生 要的时候 它给我们的礼物原来是这么巨大的 所以我听到大师这个开示之后 有非常非常大的安慰 我就知道今后任何时候 如果我觉得有阻碍的时候 我就虔诚的祈祷 这个时候人生一定会给我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就等着他给我一个很大的蛋糕 很大的礼物出现在我的面前 比我想的还好 其实和我第三只眼看到的是一样的 就是我想要实现的 原来第三只眼跟我说 是一个礼物要给我 所以人生是一个礼物 在这跟大家分享 只要你虔诚的祈祷 但是这个祈祷大师在开示中讲得非常清楚 不是以你是一个奴隶或者卑微的一个身份 去跟人生要的 不是这样的 你是 so ask me 就是我们在做pujer的时候 都会说这句话 就是so ask me even if I pray I am him 意思就是 即便是我祈祷 我和他是一样的 你作为祈祷人 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祈祷人 你不是一个乞丐 你也没有比人生或者是神 或者什么你愿意叫他什么意识源低 你和他是平等的 你也是意识 他也是意识 必须从这个正确的背景下祈祷 人生才会给你最好的答复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乞丐的心态去祈祷 这个可能也能实现吧 我觉得 但是他不是大师讲的这个 so ask me 你就要知道自己是谁 我就是意识 我和人生是平等的 这个是我应有的权利 但是你也不能说 命令人生 或者是看不起人生 或者怎么样 好像我就是神 你就是垃圾这样 你就是奴隶 你应该为我工作 你怎么没为我工作 责怪 所有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 就有一个正常圆满的心态 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我们人生的这个法则 有这样的一个机理 就是你可以祈祷 然后你可以实现 你就行了 虔诚的热爱人生 抱着对人生的感激 和自己是意识的这样的一个 内在你的自我形象吧 去跟人生对话 这样人生就会给你 所有你想要的 希望大家能受到一些启发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听听的